来看看今天的第一评论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自己捡到了一个档案袋 打开来一看呢 这里头装的是银行的转账单 资料显示 户主的姓名叫薛国强 从2006年6月至2011年3月 这个账户总共交易了有814次 其中呢 最大交易额达到了1000万元 像一天数百万啊 数十万的交易还有很多 网友认为 这个薛国强这样一个私人账户 肯定是一个商人的 然而一检索发现 此人是河南省平顶山市 夹县的一名公务员 这公务员的私人账户 怎么会日进千万呢 薛国强收入的合法性 立刻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于是河南省夹县县委宣传部 赶紧回应 说薛国强是平顶山市工商联副主席 确实是公职人员 但是同时呢 他也是一名企业家 其存款是由企业盈利所得 这不回应还好啊 本来官方回应是来解释疑惑的 没想到这样一番回应 引起了更多的质疑 网友立刻责问啊 公务员还能经商吗 国家不是明文规定 公职人员不可以参与 任何私企的经营行为 否则必须离职吗 那难不成河南省夹县县县委宣传部 对这样一个规定是一无所知 否则不该这样回应啊 还有网友认为 如果当地宣传部认为 薛国强经商很正常的话 看来在当地就不止一个薛国强 这样官商结合的红顶商人了 那我们来看看华生在线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题目叫做 公务员日进千万 是企业经营所得 便可无尊 针对贾县县委宣传部 这种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回应 应该深入彻查一下 究竟有多少公职人员在经商 打造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 就必须首先从国家公职人员抓起 从领导干部抓起 从公务员队伍抓起 有法而不依 有规而不尊 有令而不行 这是造成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滋生腐败的罪恶之缘 那关于这件事情 我们也来听一听 特约评论员曹林先生 有什么看法 公务员不能当商人 这是全世界的通责 否则的话 公权力被耐用是必然的 耐用公权力 为这个经营赢的好处是必然的 这两种身份是存在严重的 这个利益冲突的 这么简单的这个法律常识 当地官方竟然不明白 不仅容忍一个公务员当商人 在这个舆论质疑的时候 还理直气壮的为他辩护 我觉得这暴露了一个很可怕的事 像志同一边当商人 一边当官 可能在当地的官场 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 很多人都这么干了 长期以往已经被正当化了 以至于他们不觉得 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好的 谢谢曹玲先生 公务员账户日进千万 官方回应是企业经营所得 这事您怎么看 欢迎大家发短信或者发微博 参与我们的讨论